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世界各国人士对于这项残忍的运动是各自滋味莫名 但是西班牙人对此运动是乐此不疑 西班牙是一个多山国家 总面级50.59万平方公里 文艺复兴时期 也就是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末 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和影响全球的日不落帝国中的一人 现在西班牙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 西班牙全国分为17个自治区50个省 在摩洛哥境内还有修达和梅利利亚两块非利 截止2019年1月 西班牙全国总人口为4673万人 西班牙是帝都海的阳光圣地 具有明媚的阳光与热情的文化 大多数西班牙人都非常的热情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期狂欢节的盛况版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目前新冠疫情有席卷全球之势 让我们一起看看 位于欧洲西南部 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的情况 在此之前 有西班牙六频道的媒体女嘉宾 通过电视向民众及其关注者表示 如果西班牙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超过千例 将会向所有人展示其胸部 显然这是西班牙人乐观的天性时代 截止当地时间17日 西班牙全国确诊超过1万例新冠肺炎患者 大家可以看看 这位美丽的女主持人 为了履行默奕 向公众展示其身体的视频 视频真伪并不能百分百确认为真 请大家自己分辨好了 近日西班牙政府 已经宣布了多项戒卫预防措施 不会一些特别允许的人 其他的国民都被要求待在加工一段时间 住手 您维 smoke 此外 丁台 甚itas 们 丁鱼 丁 每个头 都 喜歡 来 替 一 小 小 这是意大利人最新的居家运动 很快乐 有点危险 而且捡球是个问题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爱你们 咱们下次见 谢谢